好,各位观众,我们今天下午来到我们嘉义市社区大学自然农法分享班 这一个180位学员的都市农业班 我们这个班大多数都是退休族 是在都市的这些农园找空地来做一个以食安为目的的原则来自己种菜,自己吃 我们我们班长他从大众银行协理退休已经有十年了 他个人对种植这些蔬果有浓厚的兴趣也很投入 他这一两年尤其是对这个小黄瓜的栽培成绩很突出 像这个种了五十几株小黄瓜到目前已经开始收成一个月 那已经收成了一千多条,等一下我们请龚班长 这个好好的来介绍他在这个都市农园里头来种植小黄瓜的一个他的经验坛 那我们现在请龚班长 好,各位先生女士大家好 我是从大众银行退休之后 偶然一个机会 我就进到那个嘉义士社区大学自然农法分享班 那退休前其实我对那个农业的种植啊 其实完全是陌生啦 但是进到我们社大自然农法班之后 因为有两位老师都是家大老师退休 以及有很多资深的那个同学 对那个农物的耕作也非常的有专业 那本来我吃起种的时候也是种一般啦 吃起种种丝瓜啦 种冬瓜啦,种那个简易的东西 后来就慢慢提升齁 那大概两三年前之前齁 也开始尝试种那个小黄瓜 之前因为种小黄瓜大家都知道 小黄瓜的病虫害啦 白粉病啦,入境病啦 咬虫等等的病虫害太多了齁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设施齁 所以我就在三年前齁 请同学帮忙 我们就自己盖了一个简易的温室 就是上面有那个塑胶隔离齁 所以雨水不会进来齁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里面 我是用移植袋 就是移植袋是像这一种 移植袋 那种的时候因为移植袋 我没有用滴罐 所以也许齁 第一个土壤的肥份不值 第二个可能水份也不值齁 所以就没有多久 就发生那个白粉病 那就挂掉了齁 那大概一年多前 两年前齁 我把这个设施改一下齁 就是我用那个塑胶白板 把它做稀 做一股一股 然后增加我堆肥的肥份 然后有积肥等等 这样的话 第二次种 那个小黄瓜的时候 它比第一次进步很多 但是第一次种的是种顺燕 顺燕的食生鸟齁 但是种下去没多久 大概有两三层挂掉了 它可能得疫病或其他的疾病 就挂掉了 挂掉了就再补 但是后来是有收成 收成也还好啦 大概每一支都可以收到 十几条 二十条左右 但是 收成不久齁 就开始又白粉病了 白粉病就 就半年很快 大概两三天 就全部都是白粉病 入境病了 所以就提早就挂掉了 就全部就等于结束了 那后来我们两位老师 有介绍 嘉义县有一个郁家 种苗藏 他是专门 专门做那个架街苗 他的母枝是用南瓜 然后 他的那个 苗 他那个种子的代号 1914 1914 他这个苗的 最大的特性 就是说 他可以抗白粉病 抗磅病 所以当时我们团购 我们自然农法班 前班 有买了900多支 我个人买了59支 那我在网内 种57支 我种的密度还算 满 满紧密 大概 每一支的间距 大概50公分左右 50公分左右 因为他这个是 架街苗 架街苗是南瓜 所以你在种的时候 不能把整个苗 完全埋在土壤里面 就是要保留 大概2公分左右 就要浮 就是在土壤的上面 就像这样 好 这个架街苗 他基本上我种下去 幾乎都是存核 就没有发生其他的状况 那 这个架街苗 那 到了 大概1公尺左右 我对这个 肥分 跟水分 就稍微增加 那我的肥料 大概有2-3种 第一种就是 我自己做堆肥 就是老师教的 用各种的 各种的 比如说 那个 那个 肥气的草 加米糠 加玉肥 啊 然后去做堆肥 另外就是 我会买有机肥料 那个 鸡份的有机肥料 啊 再来 就是也会补充 那个 欸 456的 那个有机肥 那 这里如果说 一般来讲 吼 这个小黄瓜的枝枝 如果长到 7公 欸 7月 从这里算 1234567 大概就可以 开始流 流 那个花 让它解 解果实 但是我 不一样的做法 我是把它 等到 超过10月之后 我才开始流 这样 我的想法是说 让它的母枝 会长得更健壮 啊 大概 长得大概 一个人高的时候 我就开始 追肥 就尽量追肥 因为小黄瓜 第一个 它 它的水分要充值 所以 我每天早上 大概6点 就来浇水 啊 下午5点 又来浇一次 啊 因为早上来讲 我 我这个浇水 有一个大桶子 我就会放一些 大概 半个 大概 五六十cc 浴肥 浴肥 就是浴肥 然后 早上都浇浴肥 下午浇清水 小黄瓜 小黄瓜 因为它长的速度也蛮快 蛮快 蛮快 所以 它如果到了 一个人的高度 它会开始一直长 侧牙 那初期 我每一只 就留两个侧牙 两个侧牙 因为侧牙太多的话 它会分散 然后 等到 涨到 大概 一个人半 250公分左右 我们手挤起来 超过 那就开始 栽芯 然后再把 这个 这个 小黄瓜的 枝枝 把它架好 不然的话会倒掉 就把它绑好 那 那个 郁佳 總苗 他讲说 这个小黄瓜的生长期 一个月 那我把它 估算 我这边 生长期真的是 一个月 差不多一个月 就开始收成 所以 种下去 一个月 就开始努力收成 刚开始 收成的时候 那个 长得很茂密 长得很茂密 所以 有时候 一天可以收 95条 收的蛮多 那因为 收成很快 所以 有时候 这个 叶子也非常茂密 这个叶子 我也会把它 稍微修剪 不然的话 这个 整个好像 都全部覆盖 都覆盖起來 让叶子稍微 修剪一下 让那个 入光 比较充足 入光比较充足 有时候 你忘记 剪的时候 那个 小黄瓜 会变成大黄瓜 你看这一条 这一条 就还变蠻大 就没有剪到 因为 早上剪一次 下午剪一次 没有看到就 就变很大 那小黄瓜来讲 到了 理论上 它是说可以收2到3个月啦 但是 我的小黄瓜 其实到了 收成1个月 其实 虽然没有严重的那个 欸 什麽病菌 但是还是有出现 出现一些斑点 有一些斑点 它这个斑点分布也不少 但是好像看起来又没有那麽严重 所以 我目前来讲 小黄瓜种的吃起 吃起的话 我大概每5天到7天 我会碰那个 雅磷酸甲 碳酸青甲 碳酸青甲 那 到了 大概小黄瓜 会长到一个人高之后 我会定期 大概每个5-6天 会碰一次 我们自然农法班 张老师 他 他推荐的 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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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沙拉托 就是还有 流氓菌 碳酸青甲 还有水棚 另外就是 因为 我们都知道 这个植物 可能要有很多 味量严肆 所以 我也曾经 就是不定期 用少量的那个 铁钙粉 铁钙粉 有时候会把它加一些 那个 虾口粉 虾口粉 所以 目前来讲 我 收 中一个月 收成一个月 目前接近 大概可以收到 一千 兩百 一千两百条 齁 那之前收的状况非常好 但是最近 可能是 已经 进入到 末期 齁 他的 小黄瓜 会 会变 比较不规则 就是 第一個就是会 彎期 像这样是彎期齁 有时候会变 頭大 尾 尾小 頭大尾小 齁 那 我是試圖 試圖齁 就是把那个 比較 不规则 比較不好的 那個小黄瓜 乾脆把它剪掉 齁 讓比較好的 齁 讓它继续生长齁 啊 我也常常 因為目前来讲 都已經長到很上面 齁 攀爬已經很多 所以 幾乎沒有辦法控管 但是 我還是盡量齁 去栽芯 齁 盡量把那個 不要讓它的側芽 一直 一直延伸 齁 讓它的營養分 可以直接供應到 那個 這個小黄瓜 本身身上齁 那 當然是期待說 我的目標 是希望說 至少能夠收到 一千五百條 等於說 還有三百條的 目標齁 基本上 小黄瓜 一支來講 低標是每一支 生產二十條 中標大概三十條 那有的很專業的 那個 那個農業齁 的專家 他可以收到四十條齁 種小黄瓜 非常有興趣 因為 第一個我們自己種的小黃瓜 我們確定 我們完全沒有農藥 齁 我們甚至於沒有化水肥料 所以我們 小黃瓜 吃起來 口感會非常好 齁 那我種那麼多小黃瓜 到底怎麼銷路啊 齁 因為其實 我 銷路不是我的重點 啦 重點是 有那個成就感齁 齁 對我們退休生活 就是一個滿值齁 齁 所以 有少部分的小黃瓜 我是送給朋友 當公關啊 大家分享齁 齁 那也很大部分齁 就是我們社大 的 勾倉班啊 我們的 自然榮法班啊 其他班 他們 知道 每個人都來預訂齁 有的五金六金三金 所以其實 也都是 沒有庫存啦 齁 所以 我個人以 退休生活齁 來種這個小黃瓜來講 齁 除了我們可以分享給同伴 其實也是一種成就感齁 齁 那 其實 我種這個小黃瓜 坦白講 也不是很專業啦 但是 就是盡量 從種植的個程去了解 齁 他要怎麼去預防啊 他要怎麼去培養 齁 然後 要用什麼方式 讓損害降到最輕 所以可以最大 齁 把它當作 很深合的一個追求的目標 好 謝謝各位 好 我想請問一下 好像 呃之前有聽過班長 用一種叫做 風氏劑的EM菌 應該叫做易肥 那能不能介紹一下 你用的情況如何 好 我跟各位報告齁 之前 我們從 張老師 教導的 易肥 有EM菌啊 有 有那個 孤早感菌啊 有那個 呃 羽毛菌 有不同的菌 可以做易肥齁 那後來我們 這個班 有認識到 那個風氏劑營養品齁 那風氏劑公司齁 他因為做很多營養品 所以他有很多下角料 本來他這個下角料齁 他還要會 會設備跟金錢 去把它做污水 處理掉 齁 那後來 跟我們有 有互動 欸 我們建議他 那個下角料 因為他的下角料 基本上也是 營養是很高的 那個東西 齁 啊 我們 我們 配合他 教他 用醫院鏡把它做成 玉肥 齁 所以目前我們自然農法班 大部分的同學齁 如果自己沒有做的話 都是買 他的玉肥齁 那 我因為之前有自己做過玉肥齁 所以我也是買那個 紅氏劑的玉肥 紅氏劑的玉肥 然後 我再 把它添加 添加什麼 比如說 添加米糠啦 啊 添加 鍾裡灰啦 甚至 還添加那個魚雜 魚雜齁 我感覺魚雜 那個 那個營養成分齁 零 跟甲都還不錯啊 齁 所以 我的菜幾乎都是用紅氏劑 在 我再添加其他的那個 其他的那個 原室齁 齁 做的那個 欸 就是 玉肥齁 齁 那 我們那個玉肥 就是 我這裡也有啊 就是 不會臭 聞起來絕對不會臭 齁 就是我們有 有那個 有那個 糖蜜齁 有足夠的糖蜜 齁 讓他去分解裡面的物資 齁 跟那個 禁種的培養 齁 我想 也許這個 玉肥 在擔任這個 公肥的功能也相當重要 當然我這裡有一個缺點 就是我沒有 我整個小炎區都沒有用滴罐自動給水 有很多人跟我講說 班長你為什麼 不用自動化 齁 因為我就是要運動 齁 所以我用一個大水缸齁 每天早上五六點 我就用那個 用灑水器 用灑水 灑水器齁 就是 咬一個水 就慢慢澆水齁 大概我澆水要澆一個小時 齁 這個是我的運動 啊燃熱也是我的興趣啊 齁 啊所以 當然 你不是用滴罐 比較不磕水 你澆的水是多還是小 齁 但是 總是有一個普遍的那個感覺就好 齁 那其實 這個農藝劇是蠻複雜 也是蠻高深啦齁 所以也都要不斷的去水洗 齁 不斷的去水洗 齁 那 我這個 這個 小黃瓜 小黃瓜 每一隻的中間 我都有 穿插 有種那個蔥齁 齁 這個蔥 其實就是可以 可以防護那個 餡蟲 或者是土壤裡面的那個 病原菌 菌啊 病菌等等齁 齁 至少 我看起來我沒有什麼異樣啦齁 所以應該這個蔥 是有 有一定 一定的功效 齁 好 謝謝 那你病痛害方面 你大概比較會用些什麼樣的藥劑來做預防 我目前來講 主要齁 也是 呃 硫 照護方 齁 其實齁 齁 葵福路就是沙拉托沙拉油嘛 簡單嘛齁 其實你可以搭配不同的 齁 有時候你可以搭配一種 有時候你可以搭配兩種三種 但是重點齁 都不能在 在那個早上 都是要傍晚五六點 陽光大概已經弱下去了 才能 才能噴 不然的話就是要散 謝謝 我們看見這個 龔斑斑的這個原子 它很特別就是 它幾乎沒有什麼蟲害 我一般講呢 容易有的牙蟲啊 戒殼蟲啊 粉絲啊什麼的 欸 斑斑的這個原子裡面啊 這個都非常乾淨啊 都看不到這些牙蟲 戒殼蟲啊 然後葉片呢 頂多有一點點這個斑紋 但它並不是陸菌病 或者是白粉病啊 所以可見的斑斑 他事先做預防 他用這個藥磷酸甲啊 做這個所謂的疑病的抑反 另外他也做這個 用硫磺精啊 然後這個所謂 笼罩腹方呢 這些來做一般的 所謂的我們的我們的防治啊 所以他整個原子裡面 比我們學一般講的 容易發生白粉病啊 或陸菌病啊 這邊都沒有看到啊 所以代表說 班長這個高廠啊 其實是有道理啊 因為他做了許多的 預防動作 譬如像剛剛這個蔥 這個蔥就是他做一個 根部的病害的一個預防啊 等於說蔥的根部 它會有一些 有益的菌共生 然後就把這些病原菌 給他抵擋在外面啊 所以這也是一種 預防的措施啊 所以他每一個瓜都很漂亮 然後呢他幾乎葉子 我看不到任何的病斑 看不到任何的蟲害啊 這就是他的一個 非常成功的一個原理 在這個地方啊 所以這個是值得大家 來做一個學習 而且呢 互相來分享的啊 那班長 最後還有沒有什麼 跟我們分享的 我想這個烏龍來講 其實他也是一種高深的水分啊 但是其實每一種植物都有他的特性喔 你種小黃瓜有小黃瓜的專業 種木瓜有木瓜的專業 之前來講我們都 因為是休閒農業嘛 所以種了三四十種 結果是每一種都 不是那麼精 所以 你就要嘗試說 專門種哪一種 你才會很認真去了解 他有什麼病從害啊 你怎麼去防治啊 我還想這個都是一種 一種研究的方式 像我之前每一次種 種玉米 玉米應該最好種 但是每一次種都失敗 啊就不敢種了 像我種那個包鮮白菜 奇怪都會爛掉 因為水好像弄的太多了 所以每一種植物 應該都有他的特性 我想這個也是水洗的一個方向啦 但是只要你有興趣 不管你種哪一種都可以 當然我們非常感謝 我們這個社大這個班 有兩位很專業的老師 來受課 然後我們也有 裡面也有加大三個顧問 來當我們的顧問 三個博士來當我們的顧問 其實我們一百八十個實驗裡面 有大概二十個左右 這個也是專業務農 他們對農業技師也是非常的了解 也是我們常常情義的對象 那其他都是大部分都像我一樣 就是從不同的單位退休 來從事各種這個休閒農業 就是安全蔬果 安全有善種植安全蔬果 這個是也說我們退休生活 一個非常好的活動方式 謝謝 好 胡老師 請胡老師來最後幫我們做一個結束結論 今天我們很榮幸來到我們 跟郭班長經營的這個熱活農園 我們看到班長呢 退休之後 專心很投入 尤其這兩年 他的小黃瓜 種植的成果 讓他感到最滿意 因為小黃瓜也喚起了 他對這個退休生活的一種樂趣 他也帶領了我們這個180位學員 這個如何自己種菜 自己來食用 那達到呢 我們這個城市農園 這個大家 都能夠過得很健康 生活過得很平安的一個境界 謝謝各位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